这些明星孩子懂事的让人心疼呢 肖沈阳女儿因长相遭受剑盼侠攻击 她不但没有嫌弃爸爸 反而说出这样一句话 我长得像爸爸 我很骄傲 女儿的一句话 让肖沈阳又心酸又感动 说的每一句话都在刀印上 都在刀你的心 因为我并不帅 我自个儿承认 很多无聊的网友攻击孩子 说姑娘怎么长成这个样子 我希望不要去那么攻击孩子 某大娃综艺里 某叶的儿子诺依被带去真心话大考验 被问到爸爸是最喜欢妹妹还是她时 诺依的回答让某叶直接破防 那你觉得爸爸是更喜欢你还是更喜欢妹妹 更喜欢妹妹 你是感觉到爸爸更喜欢妹妹是吗 是 你以后希望爸爸变成一个什么样子的爸爸 是开心的爸爸 我很爱爸爸 是一个真正的爸爸 错综那点了 罗姨在说出希望爸爸开心时 懂事的真的有点令人心疼了 或许在偏爱这个永恒话题上 永远都会有一方被忽略 安琪因为妈妈要带弟弟去体检 不能来接他 难过了一下午 后来妈妈车车来迟 她恰忍着失落 用一个玩笑原谅了妈妈 这个就送给你的 为什么要送给我蜗牛呢 是因为我很慢来的对不对 像蜗牛一样慢是吗 嗯 是啊 嗯 对不起宝贝 安琪给妈妈这台鸡是多少成年人都做不到的呀 被问到想要玩具还是爸爸 Kami沉思了恒酒 是想要大厂商回家呢 还是想要你最喜欢的玩具 还是希望她经常陪你妈妈 陪你妈妈 由于说一Kami这口举 连我都望尘莫及呢 某观察类节目上 因仅18个月的心儿半夜兔奶 原本该哭的年纪 却说出这样一句话 让观察团瞬间铺放 哎呦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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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连王苏龙都不禁感慨 你还是个孩子呢 这些小孩都是吃董事长大的吗